新北市三重 新北大道一段发生两辆公车追撞意外 酿成四人受伤 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公车准备进站 布料疑似刹车失灵追撞前车 导致前方公车上的三名长者受伤 驾驶自己手部也受伤 索性四人意识都清楚 紧急送医 详细车祸就是原因 还有代理请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